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砍大山 在生活中啊,老宋有这样一个感悟,什么感悟呢? 就是在以前那些年代,什么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呀 人们特别认亲重感情 而且例如啊,亲戚之间和全父无关,只有亲戚 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啊,家里有时候来一些亲戚 比如农村的亲戚,条件不是很好 来了之后,我的爷爷奶奶呀父母啊 真的没有一丝一毫瞧不起人家 没有一丝一毫抱怨,呀,他怎么又来了呢 来了之后,全是好吃好喝招待着,特别热情 走的时候还得给拿着,给带着 说实话,自己家里不舍的东西都得想着给人家带去 玩意还依依不舍,得来呀,得来呀 是不是那样,你想一想啊 你该看现在人呢,你要有这样的亲戚 哎呦妈呀,他是这样人,他要来呀 可别让他来呀,可得离远点呀 唯恐避之不及啊,总感觉他要来了,站上边了 肯定没有好事啊 甚至现在有一种说法,怎么样 要远离这些亲戚,没有好事 为什么说远离亲戚呢,说什么呢 说如果他是个穷亲戚 百无一用啊,只会给你带来那些麻烦 那有朋友说呢,他是个父亲戚的 哎呀,现在人,父亲戚也一样不会帮你 只会瞧不起你 亲戚有什么用啊 你过好了啊,嫉妒你 你过不好,瞧不起你 所以啊,和亲戚别走动了 有时候还不如朋友嘛 真是这样吗 说实话啊 现实生活中好像确实有这样的事情 而且确实是这个感觉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人们现在更现实了 无论你是什么关系 无论你是什么感情 都是以金钱和力量 利益来衡量的 啊,我得看金钱和利益够不够用 至于咱们的感情 如果没有金钱没有利益这种东西 哎呀,嗯,那不可以啊 所以是什么,人心变了 以前人更注重亲戚 现在的人更注重金钱 当然也不能怪啊 因为这个状态 所有的人心里都发生了变化 怎么发生变化 比如说穷亲戚 穷亲戚与父亲戚交往 内心里大多不是因为重感情 不会认为我和你感情深 而是什么 而是想着你有钱啊 你有本事啊 那么我是你亲戚 我和你多走动 那么是不是你能帮到我呢 我可以占多少便宜呢 我可以借多少光呢 所以你得帮到我 帮到我什么呢 你帮我找个工作呀 拉我一把 让我赚点钱呢 借我点钱呢 给我各种各样的好处 反正是 我跟你身边 你得给我各种各样的好处 一旦那个亲戚 他没有做到这样 没有给你做到 给你各种各样的好处 或者他给你的好处 达不到你的预期 那么你就会不满意了 那么你就会怨气连天了 甚至背后谩骂诅咒 他就不是个人啊 有钱人太坏了 不是钱啊 好像是什么呢 好像就是说 他的只要不给你 就是他的问题啊 他的就必须得给你 哎呀 这种是不是好多穷亲戚这样 那不是说父亲戚呢 父亲戚对穷亲戚也是一样的 怎么的呢 首先是敲不起你 那高高在上啊 斜着眼睛看人 没本事 没能力 没头脑 不上进啊 好多父亲戚对穷亲戚 重要的评价啊 是什么一句老军行 一句评价什么的 他呀 那你扶不上墙啊 他自己不努力的怪谁呀 他就这样 怎么都那这是呀 是不是呢 所以说他当时 他就瞧不起你 然后呢 这些穷亲戚 但没有点骨气啊 没事总想占点便宜 没事总想寻求点帮助 没事总给父亲戚 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 那么父亲戚一看 我离你远点吧 沾上你就没有好事 你来了就没有好事 他怎么能强得起你呢 先生我容是不是 所以在这两种观念的冲突之上 自然就造成了亲戚之间不好走动 无论穷父都没办法走动 那么朋友说了 亲戚这么没办法走动吗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那亲戚该怎么交往呢 你看看老宋说的 老宋的观念 你看看对不对啊 如果我是个穷亲戚 那么呢 我首先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和你平等相处 我不想占你的便宜 我不想占你的光 我也不想给你带来麻烦 我也不想去求求你的各种帮忙 我只是和你平等相处 你的是你的 他不是我的 对不对呢 我就这样少给人带来麻烦 有些朋友说了 那我和他出个什么劲啊 你真逗了 你和他出销 他有钱吗 你要这么想的话 那人家也会想 人家凭什么和你出啊 你们之间因为是亲戚 有这种血缘关系 相处是感情 是亲戚 而不是因为你有钱 人家有钱 所以说从你心里 要明白这一点 这很重要 这是穷亲戚要想的 那么作为一个有点钱的 父亲戚怎么想的 你和穷亲戚在一起交往 首先 你不要瞧不起人家 你别觉得他没本事 他没能力 他不上进 你就瞧不起他 每个人都用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每个人都用每个人的想法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同的 对吧 所以说他如何生活 人家自己舒服就可以 人家觉得好受就可以 轮不到你瞧不起人家 何况人家如果不给你惹来麻烦 如果人家不跟你伸手要钱 你更没有必要盛气凌人的 瞧不起人家了 你的钱是你的钱 人家的钱 人家的钱 人家没占你便宜 你凭什么瞧不起人家呢 难道你不能尊重人家 一点和人好好相处吗 你想想是不是 朋友们想一想 如果你是个穷亲戚 你不去给人带来那么多麻烦 不占人便宜 你是个富亲戚 你不胜气流人的 瞧不起他 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很平等 很和谐 只做亲情 少聊金钱 少聊利益 那么你说他俩处的好不好呢 大概率差不了 你想想 那有些人说了 那初种这种亲戚有什么用啊 这种亲戚到关键时刻才有用的 无论穷亲戚还是富亲戚 其实都有用的 在你关键时刻 他中匹别人强 如果你们管钱还不错 中匹外人靠谱 我打个比方说啊 你比如说 我有亲戚住院了 那个他住院之后呢 那么作为亲戚 平常关系还不错 但是这个时候你住院了 人家忙不过来 那么给你送个饭呢 偶尔陪个床啊 照照照啊 送点这个 送点那个呀 帮着忙一忙啊 这都很正常的 每个亲戚都会做到这样的事 哪怕平常走到呢 走动的并不是很勤 只要没有矛盾 都会这样的 还有 有的很多人家现在都是独生子女 老人一病倒了 独生子女 又忙高作 又忙孩子 又忙家庭 又忙父母 他真的忙不过来 一整独长时间 一个月两月 他怎么办 那么什么侄子啊 侄女啊 外甥女儿 外甥啊 这些人都可以上来 替换一下 帮助一下 这些亲戚叫没有用吗 当然是有用了 就算那些父亲戚 如果你从来不给人惹麻烦 真的到一些特殊的事情了 我相信他们也会伸出元首了 而且会主动伸出元首 这才是亲戚之间相处的本质 我认为不是不能处 就看你怎么处 你认为老宋说的对吧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看大三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